Hello 大家好 我叫Kitty 然后我们是因为这一次 准备要拍结婚照 所以在洛杉提前找万找 找到了这个Home Studio 然后我就觉得像莫老师和Kitty 就很理解我们夫妻特别想要的 风格和感受 然后一开始我们过来的时候都挺害羞 然后都挺有自信 觉得自己有大小脸啊 然后眼睛的大小眼啊 这些方面的问题吧 但是通过一系列的很耐心的 对我们的定妆照啊 对我们的同学服装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专造的特别定制啊 然后就先坐下来之后 拍摄过程当中让我 非常有自信 然后呢 两位老师都非常专业 特别是在摄影课专造这方面 然后在专造方面的话 我就觉得很难得的一点是 每一套衣服都能当给我们的专造 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化妆 老师或者是老师的一些麻烦 就一套专造啊 我怎么样就从头拍到尾这样子 但是就是 听老师非常耐心 然后从早到晚 还各在配饰什么的 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激烦的地方 什么需要我们自己装的衣服 都在外面自己小的地方 以及因为我们准备配饰啊 或者是鞋子 反正非常 everything is so nice 然后包括我老公也是 他一开始也是挺 挺觉得自己的脸不善像 有点胖胖的啊 肥肥的这种感觉 但是穿上衣服拍上照 特别成片 穿上以后都让我很惊艳 然后当然还有老师 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 都会觉得 我一开始挺刚刚的 就觉得 哎把自己真实一面展现出去 不敢摆造形成的 但是跟所有的工作人员 通常在广告 什么指导下面都要去放松 然后 就聊得特别好 然后就觉得 应该知道对方的点 这样子 然后 嗯 我自己之前以前拍照呢 会喜欢就是女孩子 会批的 会根据自己的风格 可能批出来 又不是真实的自己 也不敢面对没有批照的自己 但是 特别当我看到成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是我嘛 震惊的第一反应 这是我嘛 我就觉得在这样高情的摄像头 上面原来 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 可以这么美 然后所以从这个照片里 让我们看到的是自信 然后我觉得 最重要的一点吧 对客户来讲 这个钱花的值 然后 很感谢就是 帮助两位老师 给我们留下 这种美好的健康照 谢谢